防疫新生活运动 有越来越多的人往山里面跑 预管处八通关古道 4号有一行9人的登山队伍 其中一名灵性队员 在步道23.2公里处 不慎衰落20米深的高度 疑似撞击到头部 意识模糊 而且脚踝也因骨质受伤而无法行走 领队立即报警求救 花林县消防局集结了搜救人员 尽快联系到了空勤总队 执行了吊挂作业 在4号中午12点半左右 顺利地将灵性三患再运下山 由玉璃分队救护车 送往慈禁医院来接受治疗 上午10点多 花林县消防局接获登山团领队报案 对众的一名灵性队员 衰落下方20米深的地方 赏识不轻急需救援 消防局处了集结地面救援部队 同时也联系空勤总队来支援 为了把握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地面部队集结出发后 空勤直升机也即刻飞入山来展开空针吊挂 中午12点半左右顺利将受伤的灵性女山友 载运到玉璃永昌分校操场 由玉璃分队救护车送往慈禧医院救治 根据消防局调查 这一行九人的登山队伍 6月29号由佐西南安入八通关古道 往返大分山屋 今天准备返程途中 其中一名灵性队员在步道23.2K处 不慎衰落到20米深的地方 头部疑似受到了严重撞击 造成意识模糊 而且脚踝也骨折无法行走 近空勤总队入山救援 顺利将受伤的灵性队员在下山送医 而这一期山难救援案件 下方局也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若确认有违规事项 将依据花莲县登山活动管理制止条例 祭出罚则 记者是玉兰 玉理采访报道